旺角連續兩晚有市民聚集 聲稱救物爭取普選 由學生前線在網上發起的救物團 過百個市民在旺角市郵街集合 沿著西洋蔡南街 原先計劃走去旺角警署 警員一度舉起王旗警告 示威人士去到通賽街接近拔街的時候 警方在馬路捉成人鏈 阻止他們向旺角警署前進 又帶走多人 有住客站出陽台 批評聚集的市民吵吵 警方安排他們沿著拔街方向離開 不過在離開之前必須登記身份證